这是我们需要的程式 程式前面这些灰色的字是注解 电脑并不会执行这些指令 这个注解主要用来告诉我们关于这些程式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这个程式其实是由Brian这个人最早编写的 我们只是透过他的程式来做一些修改 程式一开始 在这里我们需要输入两个模组 第一个的话就是Server 再来是AFModel Server就是用来控制我们的伺服马达的 另外一个是用来控制我们的直流马达 所以我们总共有四个直流马达可以控制 这些是我们的命名 橙色的这些字就是程式的指令 黑色这些字是我们自己可以修改的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Model 1 你可以叫Model 13,Model 14 或者其他的名字 再来我们有十个伺服马达 我们把它叫做Server 1,Server 2,一直到Server 10 其实在Arduino板上不止十个伺服马达 这里每一个脚位 都可以控制一个伺服马达 所以 它总共有36个 比如说一个Arduino板可以控制36个伺服马达 如果是用来做机器人的话 它就可以控制36个关节 当然 每一个伺服马达都需要用到电流 如果单单靠Arduino 这个一个面板 来提供电流的话 是不足以同时驱动36个伺服马达 所以如果需要驱动 这么多个马达 我们一定需要 外接电源 好 再来我们设定 这个伺服马达 它 最小的角度跟最大的角度 我们用mimpose 作为它的变数 还有个maxpose 600 其实是 一个时间的单位 还是microseconds 就告诉我 输入的讯号 维持的时间 假如是600个microsecond 的话 电脑就知道 伺服马达 应该转到什么角度上面去 这些变数 它都是整数形态 所以我们前面会加 Int Integer 再来 我们有 User Input 中挂号3 代表这是一个矩阵 这矩阵里面的有三个元素 每个元素都是整数的形态 再来我们有Start By 开始的位元 我们有Serval 用来表示 第几个 伺服马达 PoS Position 代表 伺服马达需要转大的位置 I代表我们 迭代的次数 SPD代表Speed 直流马达旋转的速度 150 这也是一个电流的单位 下面我们有两个子程式 第一个子程式 叫Voice Setup Setup 所以它就是用来 设定的 设定什么东西呢 设定我们 直流马达跟 伺服马达的 初始状态 比如说我们有 刚才我们已经命名了 Serval Serval 所以Serval 连着 什么地方呢 连着 版上面的第22号脚位 它的 最小 角度是 MinPose 也就是600 MaxPose 最大角度是 2400 所以一样的 Serval2 这个变数 Attage 连接到哪里呢 连接到24号 这个脚位 所以这个22 24 26号 从哪里 看来呢 因为我们可以 看看这个板上 已经看到了 可以看到吗 这个板上上面 他都有号码 所以刚才的22号 就是这个脚位 22号 他就代表了 我们的Serval1 24号 代表我们的Serval2 另外 等下里面 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个 9号 跟10号 这里的话 也是可以用来 我们的Serv碼达 好 在这里 最后两个 我把它 用9号 跟10号 当然如果你还有更多 你就照样 Copy Paste 往下 填 再来我们看我们的四个直流马达 四个直流马达 我们需要设定它的速度 Set Speed SPD 刚才我们说 SPD是150 再来点RUN 就是让它执行了 只是里面有个参数 Release Release 就是停止的意思 其他 其他四个 都是这样子设定 最后 我们要打开这个通讯 的 通道 Open the series connection 这个 不是 通道 这个是 LED的PIN 刚才我们说 这一行 我们没有用到 这个其实你也可以把它 删除 用来控制LED 启动 跟关闭 最后 这个是我们的主程式 它叫做 Void Loop Loop就是 不断循环的意思 当Arduino的电源 打开之后 这个Loop 就会一直重复在执行 执行什么工作呢 他要判断 if 如果 Serial available 就是这个通讯 的讯号 进来 的数量 大于2 他的 讯号 大过三个byte 的时候 我们就往下 做这些动作 做什么动作呢 第一步 我要判断 第一个byte Start by 是不是等于255 假如是255 我们已经约定好 假如它是255 就表示 是使用者 传送来的讯号 不是其他杂讯 如果确认了 这个Start by 是255 那我就把 整个讯号 读进来 当作是我的 User Input 这个User Input 里面有两个 重要的数字 一个就是 Server 另外一个是 Position 这个Server 这个数字 就要告诉我们 现在哪一个 这个伺乎马达要动作 再来 Position 这个数字 就是要告诉我们 这个伺乎马达 它要 跑到什么样的角度上面去 那如果你还有其他动作 比如说Position 等于999 或者其他的 你输入这些信号之后 这个马达就要做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在这里 判断 目前我是没有 设定动作 那我用了Switch 来控制马达的动作 假如 Server 现在是 22号 那我就启动 Case 1 就是第1个马达 就要跑到 Position 这个位置上面去 所以假如 使用者 输入进来的 Server 变数 是24号 那他就属于 Case 2 Case 2 第2个马达 他就要跑到 Position 这个位置上面去 所以10个马达 当然都是 重复 一样 为了区分 45马达 跟直流马达 在直流马达的部分 我用了比较大的数字 我用93号 开始 所以就说如果 使用者输入 93号 那我就知道 第1个直流马达 跟第4个马达 需要启动 启动做什么动作呢 他就 RUN FORWARD 就往前转 往前转 这个讯号要 暂停个 100个 ms 这只是让他 缓冲一下 他就停止 又倒回去 又再重新 判断 假如 现在输入的是 94号 那我就让 这个马达 RUN BACKWARD 就往后转 如果 如果接受到的是95号 那一个马达要往后转 一个马达往前转 这样就会造成 这个机器 往 左转 或者往右转的动作 96号 就 做相反的动作 99号 我就让 所有的马达停止 Release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设定完 45马达的工作 跟16马达的动作 那 写好这个程式之后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程式做编译 编译就在左上角这个打勾 如果你按下去编译的话 他就 在compile 可以编译着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Done compile 表示完成了 这些程式码后面 请你注意 他每一个后面都有一个分号 假如你漏写了这个分号 你去编译 他就会出现错误 他就告诉你说 Expected Initializer Before Server 所以在 这一行 Server里面 前面 他 预期 还要有一个东西 这东西当然就是 是我们的分号 你再把它补回去 再 编译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Done Compiling 成功编译之后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程式上传到我们的Arduino板上 你怎么上传呢 你这时你就需要 那这个Arduino板 接上我的USB线 另外一头 这个USB头 就接到我们的电脑 现在把它接上去 接上去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灯就亮起来了 这个LED的灯 亮起来 就开始有电源了 下一步 你要让它沟通的话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 就在这个Arduino板上 有 好多不同类型的Arduino板 所以请你要注意这个Arduino板是属于哪一个型号 比如说我现在这块板的话它是Mega2560 刚才我用那一块板的话 这块板 是 1280的 所以 你就要到 Arduino的程式那里 这里有个Tools 这里有个Board 上面你要 点选 对应的板的型号 现在我用的是 Mega1280 另外 你也要选择 Serial Port 就我们沟通的信号 是透过哪一个通讯管道 在沟通的 在这里的话 因为我 电脑上只有一个 通讯管道 有空吧 所以他就直接 选定了这个 假如你是在PC上面 他可能有好几个 你要选对 他才会沟通 不然的话 你在上传的时候 他也是会显示错误 好 现在的话 那我就把它 接好之后 就把它上传 Upload 这边就 过程 Uploading 好 所以如果上传成功 他就会显示 Done Uploading 你看 到现在的话 我们就已经 成功把这个程式 编写好 然后上传 到了我们的 Arduino的版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告诉大家 如何 安装硬体 到Arduino的版 上面去 我们下估订 我们下传的